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赏 议席难道会出现不选吗 暂时还说不准了 虽然法庭在上个星期三就有裁决了 公正党副主席蔡天强具有竞选的资格 并且指出说 选委会取消他在去年第14届大选的竞选资格是错误的 蔡天强会不会上阵就成为了话题 他自己就说他其实本身不急着竞选 那你认为呢 我也觉得说他没有必要故意制造一场补选 让自己重返国会 那么我就从三个角度来分析 就是金钱角色与任务以及形象 先谈金钱 因为补选呢 其实是一个劳民伤财的一个政治动作 一场补选呢 尤其是涉及到这一个面积比周一席还要大的国会一席 那么平均每一场补选呢 需要花费是300万令吉 我们看看过去几场国会补选 就是509之后的那些消费 比如最新的就是单用BI 预计的费用是267万 那么三达哥呢 则是310万 金马轮350万 波德胜360万 300多万来办一场补选 这个是金钱的角度 那么第二呢 就是角色跟功能 目前蔡天强虽然他不是国会员 但他也不是闲着没事干 他有其他的角色和功能以及任务 目前他已经受伪大马生产力机构NPC的主席 同时也是工程部长巴鲁比安的特别顾问 这些都让他有发挥以及贡献的空间以及职务 第三就是形象 你特地制造一场补选的话 其实会引发许多负面的这个舆论 给人一种急着想要当官追逐权利的感觉 当初安华制造波德胜补选的时候呢 就已经有了这种负面的评价 当时是10月 距离变天才不到半年 那么如今一年半之后呢 再来一场出世无名的补选的话呢 舆论未必会倾向西蒙或者是蔡天强 况且西蒙如今面对越来越大的质疑浪潮 综合这三个因素 现在不是巴鲁补选的最佳时刻 是的没错 去年509大选的时候呢 蔡天强在提名时 就遭到了选举官的取消提名资格 因为他涉嫌侮辱警察案呢 被罚款2000令节 就抵触了选举法令 而被取消了提名的资格 那他就入兵法庭挑战选委会的决定 那最终呢 是成功获得平反 拥有参选的资格 未来大选还有不选的时候呢 都可以上阵 那网媒透视大马就有问他 会再出来为民服务吗 他就说尊重人民的意愿 这个答案就有点模糊 不过看回去去年509的时候 蔡天强因为这个案件 而被取消之格 确实有一点冤枉 和不应该发生在他的身上 不过不然呢 他现在就是歪逼了 而不是独立人士 就是去年只有22岁的 Prabah成为马来西亚 历史上最年轻的国会员 甚至还比纳吉 当年23岁当国会员 还要年轻 那么由于蔡天强无法上阵 他当时呢 就呼吁选民全力支持Prabah 让他以24000张多数票 轻松过关 打败当时还在国阵的 民政党候选人刘华 才赢得非常漂亮 那么其实蔡天强呢 他是巴图两届的国会员 就是2008和2013 平均多数票都超过1万张 不过现在的情况 是有一点不同了 民意和方向 和这个风向跟509 有太有不能够说太大的落差 就是有明显的落差 蔡天强没有必要冒这一个险 况且Prabah现在他已经入党 是蓝眼的国会员 他同时也没有犯下什么大的一个错误 或者是失误 如果贸贸然把他给换掉的话呢 相信会引起不必要的争议 那蔡天强自己本身说 他并不急着出来重新竞选国会议员 而且他现在也身兼了一些官务职责 那他认为说呢 目前他的工作呢 跟这个专注力呢 是要做好分内的工作 他说呢 是否要再出来竞选呢 不是他个人的事情 那如果西蒙领袖 还有公众党的领袖呢 认为他应该再去竞选 那再次在国会下议院发声的话 他说他会尊重 那如果呢 觉得暂时先按兵不动 等待下一次的机会 他说他也可以接受 早前呢 就有14个巴图地方性的非政府组织舰 Prabah你辞职吧 让路给蔡天强上阵 他们认为应该给机会 蔡天强重新回到巴图服务选民 看来一些NGO开始展开公式了 不管是谁出的主意或者是看法 都会对Prabah构成压力 因为他面对的不仅仅是这些地方组织 而且还包括蔡天强 这一名公正党副主席 他是公正党的强人 那么蔡天强出手 他是可以通过司法程序的 要求法庭宣判巴图选举无效 重新举行补选 情况就如去年11月 森美兰燃道州一席一样 失去竞选资格的公正党候选人 斯特兰就入禀法庭挑战 这个燃道补选的成绩 那么法官就采取 燃道必须举行补选 最后虽然还是国阵巫统的马哈萨胜利 但已经有了这个先例 蔡天强会否采取同样的方式 入禀法庭要求宣判巴图州 这个选举成绩无效呢 那蔡天强就说呢 他还需要咨询法律的意见 以便了解呢 是否可以入禀法庭宣判 巴图选区的选举无效 同时呢 他说还需要呢 视乎公正党还有希盟的安排 好 那么不管蔡天强是以何种方式 制造补选 是直接出手 就是要求 执执让路 还是间接的方式出手 就是通过司法的程序 要求法庭宣判 巴图选举无效 那么这两个方式呢 都不是最好的招数 因为现在的风向 不在希盟这一边 政治风险太大了 蔡天强 他手上还有其他的选项 补选不是唯一的出路 或许他们会再等 这个星期六 单用不爱 单用不爱 补选成绩出炉之后 才会有更明确的答案 那下一段回来 主编点新闻 我们就聊一聊 单容比爱的补选